喂 好了 好了 我们这个AlphaT呢 是代表呢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求的 那么怎样来求呢 是这个 这里呢 VNT比上整个的这个 那么VNT 除上这个 长边 它的反正切 VNT 这个边 这个边是VNT 这个斜边乘上这个Sine这个角 这个除上这个长边 所以VNT乘上这个Sine这个角 是得这个边 对边 然后再除上这个长的边 那长的边呢 实际上就是AC再加上这个 那这样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再做近似 近似还挺多的 然后VNT乘上Sine VNT我们假设很小 因为底下是AC 加上这个 这个也很小 对吧 所以AC是个大的值 这个是小的值 那我们就把这个小的省略掉了 那就约等于这个除上AC了 那你想想 还有一个VN比上AC AC很大 VN很小嘛 所以VN比上AC呢 实际上还是一个很小的数 那么如果是反正切 AC一个很小的值 约等于什么 约等于这个很小的值 就TEN反正切 X X如果是一个远远小于1的一个值 比如0.000后边好几个0 1 那它就约等于 这个0.000后边1 这个 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可以做更进一步的近似 实际上在这里呢 已经做了很多近似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αT呢 近似为这个 就是VNT乘上三影 然后再除上AC的这个值 从这一步到这里呢 经过了一个是把底下这个社区 然后呢 又把这个VNT乘上三影 比上AC呢 又进一步的近似为这个 所以这里呢实际上是 做了两次近似 那么这样的话就最终呢 我们就得到底下这个 得达式了 那么 RT呢就可以写为磨值 这是磨值 这是这个磨值 然后再乘上cos 两πFCT 加φT 再加这个角 所以最终呢 你可以写成 还有再乘 乘上cos 两πFCT 加φT 加这个角 这个怎么样 能看得明白吧 就因为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个中间的这些步骤 那么通常呢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幅度常数 然后再加上一个噪声的影响 那实际上它的这个幅度啊 也不是一个恒定的幅度 对吧 实际上它的幅度是受到噪声的影响 原来原来这个调频信号它的幅度都是横幅的 因为你的信号是反映在向位上嘛 对吧 但现在呢 如果又有噪声的影响之后 幅度呢会变化 会会不是横幅 但这样的话 我们在解调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对这个信号呢来微分 所以在微分的时候 为了避免这一部分的影响 实际上通常我们要限幅的 所以不知道你学这个电子电路有学吗 啊 通信电路电路 没学啊 所以在解调的时候呢 这个调频信号解调的时候 我们要先有一个限幅 限幅完了之后呢 再微分 因为你限幅之后 这个就常数了 因为你幅度有起幅 有点起幅 我们通过限幅器之后 就变成常数 所以这个加起来都是常数 常数然后在这个再微分 那就相当于这里是A 乘上负的塞语 然后再把这个角度呢拿出来 放在幅度上 那这样的话 就把这个基带信号呢 得到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 cos 我们关键的信号呢 在这个相位上 然后这个呢 可以通过 线幅 然后可以把这个 随时间变化 这个影响去掉 所以最终我们解调的时候 关心的是底下这个 因为这里是一个常数 我们假设它可以整成常数 然后呢 把cos微分的时候 phi t是啥来着 phi t是给你的基带信号 微分有关的一个量 那么就两π 开f积分 mta的积分 然后你如果对它来微分的时候 cos变成负的sine 这个角度 然后再乘上两πfc 然后再加上它的微分 再加上它的微分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解调的时候 我们关心的是 角度的微分 常数两πfc呢 我们可以去掉 然后呢 phi t的微分就是 两πkfmt 然后这个的微分 就是噪声像了 那么噪声像 加上信号像 我们就能够得到 你输出的这个结果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你得到rt呢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然后呢 我们再对rt呢 来做 因为要见频嘛 见频实际上是对它 把频率的变化 反映了幅度上 那么实际上数学运算呢 实际上就要微分 对它来微分 那么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个 那么注意看这儿 我们前边 推到了那个rt的公式之后呢 我们后边的重点看的是 画蓝杠的这一部分 画这个蓝线的这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微分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幅度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通过线幅 变成常数 它的影响可以忽略掉 然后呢 因为最终这一项是个常数 然后cosin微分是负的sin 那么 两πfct的微分是两πfc 是个常数 我们也可以通过 隔直流的电路 把这个常数去掉 那么真正有作用的是φt 它的微分是两πkfmt 然后还有这个微分 然后还有这个微分 所以这两项呢 是最终会输出到后边 解调器之后 最终作为解调器输出的 所以下面分析的时候 重点分析的是这个蓝的这一部分 蓝线画的这一部分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个rt的顺时的平篇 因为这一部分呢 是最终作为有用信号来输出的 我们把这个φt 然后呢 还有Vnt这个噪声的 这个所引入的这个损失 相为偏移呢 放在这里 然后把它对时间微分 然后呢 再除上二π 二π呢 是认为我们除上一个比例因子 那么这样的话 就会变成了这个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因为降低器呢 我们关心的输出的是这个 因为我们对rt来微分的时候 那个幅度的影响 幅度影响实际上 在这个基础上 再加个常数而已 所以 所以最终最终输出的 这一部分呢 是体现在你的 那个包落上去的 那实际上是体现在 你输出的信号的幅度上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把这个包落呢 拿去拿出来 就把这一部分拿出来 这一部分是随时间变化的 这一部分输出 那么就是微分之后呢 取包落 所以这个渐屏器呢 可以等效于 把合成之后的这个rt这个信号呢 微分 微分之后呢 把包落 通过包落减拨取出来 然后取出来的就是这一部分 那包落反映的是这一部分 而在这里边呢 有用的是这个信号 无用的是这个噪声 所以这一部分是噪声项 这一部分是有用项 所以解调之后呢 你的信号的 这是信号成分 那如果是你要算输出信号的功率的话 那么就要算这一部分的功率 所以就是开f的平方 乘上这个的功率 然后呢 噪声 如果你要算信号比 信号有了噪声 就要看它的平均功率了 而这个的功率的分析呢 还挺麻烦的 我们来看一看它怎么分析 就这一部分 因为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噪声项了 这是噪声的模值 然后呢 要对它来取微分 然后我们单独来看后边这个噪声的这一部分 然后这是噪声的这一部分 后边这一项 那么我们怎样来算它的功率 如果是你要算它的功率的话 我们方法呢 就是可以先来看YNT的功率谱密度 因为YNT的这个功率谱密度有了 我们积分的可以算它的功率 那么你也可以算它的相关函数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信号的概率密度函数是什么 所以相关函数呢 我们不太好算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呢 因为在这里是一个微分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呢 信号噪声经过 随机过程经过线性系统啊 微分实际上是一个线性系统 所以我们就要来考虑 如果是你能够把 VNT比上AC这一部分的统计特性搞清楚 功率谱密度搞清楚 那微分之后 这整个信号的功率谱密度呢 我们是能搞得清楚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需要弄清楚这个 VNT的功率谱密度 如果你搞清楚它 那么微分呢 相当于是一个 线性过程 线性系统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微分之前的功率谱密度知道了 在微分 那么实际上可以考虑 这个微分的影响 对这个功率谱密度的影响 所以现在首先要弄清楚的 就是这个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这个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我们怎样来求呢 VNT呢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噪声的模值 那后边呢 还有相位 相位呢 这里是相位 噪声 噪声的相位 还有这个信号 VNT呢 是你的信号的积分 就两派开附MT的积分 然后这个VNT呢 是你的相位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是个随机变量 这个是个随机变量 VNT也是个随机变量 所以我们很难分析 这个信号的特性 那么我们可以呢 经过分析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近似 那么在大信道笔的情况下 上面这个信号的统计特性 从概率以上 那么跟底下这个信号的 统计特性呢 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呢 是 在这个参考文献里用 我们书上直接引用 这个呢 可以 在统计特性上 这两者是等 等价的 那么从概率上 是等价的 那么 它的功率扑密度和它的功率扑密度 它的概率扑密度函数 和它的概率扑密度函数呢 是相同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上面这个呢 换成这个 那具体的推导呢 我们就过 省略了 所以有些时候同学可以再去看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就近似为这个 那么近似为这个呢 我们就好 好看了 所以要记得 VNT和3E5NT的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VNT和3E5NT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前面写这个造声的时候 我们这个造声呢 我们造声呢 可以写VNTcos2πFCT加上φNT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NT呢 写成同向分量和正交分量的形式 我们这里是膜质和相位的形式 对吗 那么你可以写 那么可以写NCT 减掉NFT 我们两种形式 我们在前面提到 可以写成这个造声呢 可以写成 哎 膜质和相位的形式 可以写成同向分量 正交分量的形式 这个没问题吧 那现在问你NST等于什么呢 NCT等于什么 因为把这个VNT乘上cos 加这个 我们把它可以展开嘛 三角函数 计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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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s b 减掉vn乘上3a 3b 对吗 所以这样的话 nct呢 实际上等于vn乘上cos phi n nst等于vn乘上3 phi n 是这样吗 所以这里呢 vn乘上3 phi n呢 实际上是谁 实际上在我们黑板上 这里是谁 是谁 有看清楚没有 是谁 就是你vn乘上3 phi n 这里是哪一个 nst对吗 所以实际上是nst 所以这里要看清楚了 所以实际上 我们做近似之后呢 这个vnct vnct实际上是在这里 这一项 微分之前 vn比上nt这个 它实际上是 约等于nst 除上ac nst除上ac 这个乘上这个 实际上是nst nst除上ac vnct vnct 约等于nst 除上ac 刚才说了 实际上是vnct 实际上是这里 这一项 d比上dt 后面跟着的这一项 对吗 所以实际上这样的话 你对vnct 来微分呢 那么就是vnct 微分 然后再乘上2 phi n 之一 是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解调器的输出的噪声呢 最终是这个东西啊 信号像 kfmt 然后呢 加上底下 我们写了个n0t n0t呢 就是ynt的导数 2分之1 因为最终呢 要有一个低通滤波 因为我们的解调器呢 键平器完了之后呢 最终要低通滤波 我们的解调框图在这儿 最终呢 要低通滤波 滤波锡的带宽是多少呢 是基带信号带宽 W 所以这个地方稍有复杂 所以你要慢慢的跟得上 所以最终最终的输出呢 实际上是kfmt这一项 然后呢 加上这个的这一项 而这个这一项呢 是nst的导数 2πA1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 最终的噪声的输出呢 所以最终在解调的时候呢 你的解调完了之后呢 输出的是什么呢 然后键平器之后呢 这是键平 然后这里是kfmt 然后呢 然后呢 加上噪声 就是nst 然后这个地方呢 要低通滤波的 低通滤波器呢 因为在这里看 因为mt是基带信号嘛 对吧 mt是基带信号 所以我们只需要基带信号输出 基带信号带宽是w嘛 所以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带宽 就是w带宽啊 所以最终会输出 那么经过它输出之后 kfmt 因为mt带宽是w嘛 所以最终还是kfmt 然后这个nst呢 最终是要受到这个东西的带宽的约束的 因为你带宽只有w嘛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你要搞清楚nst 因为最终我们要算 这两个的信造比啊 nst的平均功率我们要算 kfmt的平均功率要算 因为要算信造比嘛 那么现在呢 我们告诉你的是 nst呢 实际上是 两πac分之一 然后加上一个nst的导数 那么就是nst的微分吧 我们用一匹来表示 那么nst的导数 所以如果你要算nst的功率的话 怎么算呀 这是一个系数对吧 系数的平方乘上nst的导数的平方 对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nst的导数的平方的均值等于什么 这个平均功率等于什么 所以我们的思路呢 是这个 我们先看nst的这一部分 因为nst呢 我们可以看着 是一个nst在这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球微分 然后呢 我们会得到nst的导数 这是我们的关系式 那 我们要算它的功率 我们的现在的思路呢 是由它的 我们得到它的功率谱密度 由这个功率谱密度呢 我们来算功率 这也可以 那它的功率谱密度呢 我们在前面 在上一堂课的时候 一开始我们就复习了 nst同向分量 正交分量的功率谱密度 要记得 然后呢 要对它微分 那么nst一撇的功率谱密度是什么 那不就是它 因为这里微分是个线性系统 那么nst一撇的功率谱密度 不就是等于 这里pns一撇f 那不就等于nsf 要乘上这个传递函数模值的平方吗 微分的传递函数是什么 是啥 Jω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有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Jω的平方 Jω的平方不就是Om的平方吗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会得到 nst一撇 微分 它的功率谱密度 那就等于Om的平方 要乘上pnsf 那现在问题是pnsf是等于什么来着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因为pnsf我们在前面就说到了 实际上是nt的功率谱密度 左一右一 对吧 取它的带通的这一部分 留下 所以思路是在这 所以这样的话 这是我们要说的 因为你在这里最终输出呢 是常数乘上nst一撇的 nst的导数嘛 nst导数的功率谱密度 现在我们有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呢 来看 因为最终这个nst一撇呢 还要经过低通率波器 因为这个pnsf 因为nsf的功率谱密度呢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解释清楚呢 可能你就比较简单 把这些解释清楚呢 你马上就会得到结果 那pnsf的功率谱密度是什么呢 那它等于pnf-fc 然后呢pnf加fc 然后我们要取低频的那一部分 pnf是这样的 载波的带宽 载波的中心频率是fc 然后这一边呢 也有负的fc 这个带宽是多少啊 这是pnf 噪声的那个 信当上的高色白噪声 然后经过带通率波器 滤波之后的 就在这 因为我们不是有个带通率波器吗 在这 对吗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带宽是多少 就是卡通公式上的带宽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是你的一条信号的带宽 bc 然后这是bc 那把这个放到这个公式里边 取基带的那一部分 所以你就会得到pnsf了 然后把这个左移 把这个右移 说反了 受散了 这个是右移 这个左移 最终会得到这个pnsf 这高度是二分之n0 那这样的话 最终会得到 把这个搬到这儿来 把这个搬到这儿来 那最终会得到一个高度为n0的 然后这是pnsf 然后高度为n0 然后这里是二分之bc 这里是负的二分之bc 这说的是谁呢 nsf 是微分之前的 这个信号的功率谱密度 所以得有印象 那积分之前的功率谱密度 然后积分之后的呢 不是积分 是微分 说错 微分之后的呢 微分之后的是什么 那不就是这个东西 要乘上ωm平方吗 对吗 所以这个pnsf一撇呢 我们放在这儿 我们画图来表示啊 微分之后的 这个乘上 横轴是f啊 ωm就是两πf了 就是四π方f平方嘛 所以这个就是四π方f平方 就这个 那么f应该小于等于二分之bc嘛 因为它带宽在这儿 对吧 所以最终 这个是什么样子 f平方 常数我们现在不看了 f平方是什么样子 抛物线嘛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是二分之bc 这是四的二分之bc 所以最终最终看下来 我们啊 这个nst一撇 它的功率谱密度呢 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形式 因为最终我们求的nst一撇 微分 然后这最终的倒深呢 实际上是前面还有个系数的 两πac分之一 就nst的导数 那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 n0t的功率谱密度是啥 那n0t的功率谱密度是这个的功率谱密度 还有一个系数在前面 所以功率谱密度应该是这个的平方 乘上这个的功率谱密度 所以由这个呢 你会得到最终最终n0t的功率谱密度 那实际上这个 如果是你要换成n0t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n0f 然后还要再乘上 两πac分之一的平方 那就是4π方ac方分之一 乘这个 那就是这个东西要再乘上 4π平方ac平方分之一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f平方除上ac的平方 所以最终下来 在这个低通率波器之前 n0t的功率谱密度是告诉你 我们刚才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 会看到 n0t的功率谱密度呢 实际上是4π方可以约掉了 就是f平方除上ac的平方 所以这是我们要得到的 我们在讲义上也写了 我们在黑板上稍微解释一下 你可以慢慢的可以理解 我们是怎么做的 所以最终最终的这个图呢 我们在黑板上也解释了 实际上是nst微分 是nst的导数 还有系数啊 因为还有一个2πac分之一的系数呢 2πac分之一要乘这个 上面加一个点呢 代表求导数 然后再经过最终的这个 低空滤波气滤波 因为最终我们输出的时候 我们要输出带宽为w的这个信号 因为信号呢 但造生的带宽是 在黑板上在这看 在滤波之前呢 造生的带宽实际上是很宽的 因为你卡通公式算的 bc要比w大嘛 大多少 大两倍的 bf加1嘛 所以bf通常是要比1要大的数啊 比如说去5或者去10 比较大的数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地方在滤波之后呢 实际上是因为你的n0t呢 还要再经过这个低空滤波气滤波 所以一滤波的时候呢 最终可能你的w是在这一部分 那负的w到w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你输出的造生 所以这一部分呢 如果是你直接送出去 不滤波 那你会整个抛物线 负的2分之bc 到2分之bc底下的面积 造生很大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一滤波之后呢 造生就会小了很多 而且这里是抛物线啊 越远的地方越大啊 底下的面积 所以这样的话 经过低空滤波气呢 实际上你可以限制很多造生 所以看清楚了 最终的造生的输出呢 是把这个带滤波气滤波 所以最终下来 只有负w到w这一块 所以最终下来这个pn0f 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要经过低空滤波气嘛 实际上你就是负w到w这个范围里边 一小块 抛物线底下的面积 这是它 所以你最终算输出的信责比的时候呢 因为低空滤波气不会影响这个 它不会影响 但是会影响这个 n0t呢带宽减小了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讲义上这里写的 nst的功率谱密度 是上面那个公式 nst的导数功率谱密度 是这个 刚才我们写了 就是 Om平方乘上这个n0 我们还拉了一个 在黑板上这里还拉了一个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n0在这 因为我们忘了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n0的高度 n0要乘上这个Om平方 所以最终下来呢 是这个 n0乘上这个Om平方 但还有个系数 还有个 因为你的噪声前面还有一个 2πA7之一 这个系数在前面 所以最终要把系数要考虑进去 黑板上这些有没有看明白 所以黑板上你看明白了 我们讲义上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话筒呢 比较有问题 OK 那么最终最终的这个n0t呢 是4πA 我们又把这个2πA7之一 那个系数拿回来了 在这 最终的这个系数呢 在这 4πA4 AC平方 就是刚才的2πA7之一 nst的导数 所以这是我们低通滤波器之前呢 这个噪声的功率谱密度 就是我们上一页里边 它的功率谱密度 我们费了半天气呢 是为了找这个功率谱密度 2πA7之一 nst的导数 OK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功率谱密度呢 我们就比较简单了 来注意啊 这个地方 加上了这个滤波器 滤波了 最终呢 是要小于等于 W的 因为最终我们有过低通滤波器嘛 如果没有这个低通滤波器的话 这个就是小于等于2分之BC了 BC呢 就是你带通滤波器的带宽 你进来 调频信号带宽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了 所以最终最终最终输出的噪声呢 是这个东西 在这儿 最终的输出的 那么信号是多少呢 KFMT 所以最终的输出呢 就是N0T 这整个 如果是你都算噪声的话 再加上信号 KFMT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呢 求呢 输出信噪笔了 这个分析比较复杂 所以最终绕了一个大圈子 我们回到这 所以最终下来呢 你的噪声的功率谱密度呢 在这个输出端 经过低通滤波器 经过渐频 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呢 是这样子的 从-W到W 这是你的噪声的功率谱密度 是个抛物线的形式 那么它的功率怎么算呢 功率不就是 功率谱底下的面积吗 那就是你从-W 底下这里面积到这边 那就是要把这个来积分了 -W到W积分 那就是噪声的功率 信号呢 刚才我们说了 KFMT它的功率 KF平方MT的平方的均值 然后这是噪声 把它积分就是功率 所以信造笔呢 我们就可以算了 所以最终下来呢 你可以算得呢 调频 键频器输出的 噪声的平均功率在这 这3AC的平方 上面是2N0W的三次方 然后最终是这个 这是你输出的信号 经过低通滤波器之后 信号向 噪声向 这一部分的功率 算得了 这个 所以最终输出的信造笔 PM呢 代表MT的平均功率 然后把这个除上 噪声的平均功率 噪声的平均功率 是这个公式 带进去一除 会得到这个 KF平方PM 然后除上刚才的 2AC的平方分支 3AC的平方分支 2N0W三次方 除上这个 再可以自己除一下 我们就写在这 比较复杂的 3K方 KF平方 AC平方 2W平方 PM N0W 底下有三个 W W的三次方 然后PM是MT的 平均功率 基带信号 的平均功率 我们把这个 还要再变化 变换一下 把这个输出的信号笔 因为我们在前面 实际上习惯上 都是写成PR 比较N0W的形式 PR是谁 在前面我们说的 PR实际上是你的 发送信号的功率 也是你接收信号的功率 那么在这个题 在挑屏这个里边 PR等于什么 PR是接收信号的功率 PR等于什么 接收信号不是AC 幅度是AC吗 cos2πFCT 加上基带信号的积分 那PR等于什么 那对于一个 幅度为AC的 一个余旋波 它的功率等于啥 2分之AC平方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要想办法 把2分之AC的平方 换成PR N0W已经有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 再换一换 换一换这个式子 2分之AC的平方 就换成PR了 N0W还在这儿 也还在 多了一个什么呢 PM仍然在 但W平方没有了 KF平方没有了 换成了BetaF BetaF我们等于什么呢 BetaF等于KF乘上 Mt的最大值 KF乘上Mt的最大值 除上基带信号的带宽 对吧 所以KFMt的最大值 这里没有Mt的最大值 我们给它添上一个 所以把上面和下面的 同乘以Mt的最大值的平方 因为这样的话 KF平方 Mt的最大值的平方 除上W的平方 就是BetaF的平方 所以我们再凑成这样一个结果 凑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有了一个 三倍的 PM Mt的最大值 平方 BetaF的平方 Pr比上N0W 所以这是我们调频 普通建平法解调之后 它的输出的信号比 那么再仔细观察一下 PM是谁呢 Mt的平均功率 Mt的平均功率 除上Mt的最大值 平方 跟调幅 我们讲角度调制 不是角度调制 讲这个 具有离散大载波的 这个调幅的时候 那也有个这个东西 就是PM Mt除上Mt的最大值 那不就原来我们看的 那个PMM吗 对吧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 你的基带信号 平均功率 除上它的最大功率 峰值功率 实际上就是 均值功率和 峰值功率的比值 所以在这里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 物理 所以我们就写成了 3βF平方 PMN PMN就是PM除上Mt的 最大值的平方 然后PRN0W 然后呢 我们在前面还定义了 一个量的 叫 调制制度增益 对吧 在前面我们分析 这个幅度调制的时候 那个J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J 那么解调之后的 输出信号比和解调之前 解调器之前 渐频器之前 刚才说这个PR呢 实际上就是渐频器之前的 二分之AC的平方 那么噪声的 平均功率是多少呢 高斯白噪声 经过带通滤波气滤波 经过带宽为BC的 这个带通滤波气滤波 那么它的平均功率呢 就是N0BC BC是怎么算的呢 两倍的βF加1乘上W 是这个 这是解调器之前的 那么解调器之后 和解调器之前的 可以比一下 这两个可以除一下 这个除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那个调制制度增益 那个J了 这两个一除呢 会得到这个 这个除上这个 我们可以写 把这个比上这个 那么最终呢 可以写 对于 调评来说呢 它的调制制度增益呢 解调前和解调 解调之后啊 是6倍的βF平方 βF加1 乘上PMN 那这是调制制度增益 如果MT是个单频呢 如果MT接待信号 是我们在前面讨论 调频信号的这个 频谱的时候 它的频率 它的带宽的时候 我们单频信号来 进行调频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PMN 刚好等于1分之1嘛 对单频信号来说 它的最大值和它的 最大值是1了 它的平均功率是1分之1嘛 所以这样的话 PMN是1分之1 所以会有这个值 所以这是我们最终 最终最终这个要特别关键 你要记得这个 这公式呢 可能你不一定背得下来 但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呢 你要把它记住 哪一个呢 就是造声的这个 抛物线的这个特性 那我们说到 你要记得这个 那么解调器输出之后呢 造声的这个 特性 要记得这个式子 或者这个 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个是谁呢 就是你 经过建频之后 低通滤波器 在滤波 那输出的造声的功率谱密度 这个你一定要记得 是AC的平方分之 F平方N0 很简单的 比底下的公式的简单多了 所以这个你记住了 一切都解决了 这个积分是不是很简单啊 那输出信号是不是很简单啊 输出信号是KFMT嘛 所以你要求信造笔 你有了这个 就一切解决了 所以最最 如果你别的记不住 这个你要记住 所以就是经过建频之后 你的信号和造声 造声的功率谱的特点 那么实际上是 AC的平方分之 F平方N0 所以这个要弄清楚的啊 所以如果是你别的记不住 这个公式 输出的造声的功率谱密度 一定要记清楚 因为它有了 你要算输出造声的功率 直接对它积分 然后就底下这个式子 所以你不要记底下这个式子 记上面这个式子啊 然后这个有了 后边一切都有了 这个公式你可以现算的 对吧 所以不要记这个公式 记得公式很麻烦的啊 如果你能记住呢 你当然也可以啊 因为这是三倍的 βF平方 PMN 后边PR比上N0W 好了 这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讲完了 所以回去呢 自己好好的去看一看 怎么我们推的 我们花了一节课的时间 来推这个公式啊 那么下一堂课呢 我们再来解释呢 后边啊 其他的 我们还有作业 还有作业